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款防控系统是填补飞弹射箭实角的超近距离低空环境而生 扮演着抵御无人机的最后一道防线 值得一提的是Skynex防控系统自从部署到乌克兰后 声明大造全球的订单慕名而至 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这款防控系统的优异之处 Skynex防控系统是由莱恩金属公司以著名的天兵短程防控系统发展而来 也就是后续版本 而这款系统已经授予60个国家 包含台湾也有使用这套系统 在2010年代它推出了Skynex防控系统的更进一步改良 将指挥征收与火炮系统模组化设计 并且具备50公里范围的雷达征收能力 还有一个指挥锁以及四门机炮构成 而每门机炮都配备了光电感应器以及追踪雷达 可根据需求搭配不同的火炮防控飞弹或雷达 还有很著名的Oligon SkyMask战斗管理系统 就是这套系统的核心以及控制节点 各种感测器以及效应器都能以模组化方式连结 可以用一台或多台的中神雷达 例如XTA3D战术截取雷达可以提供空中影像 并在控制节点中进行整合 本体的重量大概是4.3吨 可便于运输或者与其他载具进行整合 而包括指挥中心、光电感测瞄准装置 以及XTA3D搜索雷达系统都能够分散部署 避免遭受防空质押任务也就是XTAD完全丧失战力 SKYNEX防空系统是来人金属公司提倡的最新防空概念 系统主要分为指挥所、雷达、火力这三大单元 其中设计有空中霸王SKYMASTER战斗管理系统 XTA3D立体的搜索雷达 以及快力康Revolver Gun 这个MK3的35毫米机炮 另外这套系统还可以发射35x228毫米的机炮弹 主要是为了可以程式化弹药 并能预制抵达目标的时间引爆 这大大提升了命中率 刚有提到这套防空系统有搭载XTA3D雷达 它是X波段的三维战术捕获雷达 来达到针对各种空中威胁的高性能 从传统的呼吸目标到低截面机 或者是极低截面机的物体 由于SKYNEX防空系统最大的射速 可以达到每分钟一千发 而之所以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射速 其实是因为它使用了单管构型 紧致的配置 而且它的主炮是著名的瑞士奥利刚 生产的MK3机炮 这炮口处处达到每秒一千四百公尺 至于射程则有五公里 另外由于这套系统是使用紧致化的构型 因此具有多重的载具搭配的特色 除了标准的轮型装甲车之外 还可以由六轮的军用卡车进行搭载 使它具有高度的战速弹性 其实这套系统除了高性能的奥利刚 MK3机炮之外 它甚至还可以整合奥利刚的双管 GDF-009机炮 以及天空骑士团伸飞弹 这种武器组合可以形成高效的分层防护罩 并为未来应对宝盒的所谓群体攻击 提供必要的解决方案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的内容 下集将为大家带来欧陆新一代野战防空系统的标杆 天空独疾兵Sky Ranger防空系统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军事知识 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我是舒子云 我们下次见